小心翼翼确认呼吸 在潜水员半游下驾驶进入人力潜水艇 它是人力潜艇第一艘 材质是用玻璃纤维 线形部分是用两种异形去做放样 阻力会减少 相较于可能仓方形啊圆形 我们用这样去设计的话 它的阻力会再降更低 就可以跑更快 参与研发的是成大系统系学生 他们耗时两年才终于顺利下水 要能操作全台首艘人力潜艇 还得突破各种限制 里面空间有限制 如果找太高的话没办法踩 空间不足 就能力去踩螺旋桨洞 那潜艇才可以往前进去 心肺耐力好的话 呼吸起来比较不会那么费力 对自己也是比较安全 很兴奋啊要出国比赛 机会很难得 现在正在准备欧洲的人力潜艇竞赛 船的设计跟制作 那个要求可能比在陆地上的东西 要更复杂 鼓励他们在专业上面 能够聚焦发展 比设计拼速度 团队取名特海郎 师生联手将代表台湾参赛 期望在国际赛事中大放异彩 大爱新闻是宇晨 林道明台南报道